是來老爺 我臉啊 顏色到屎 哎呀哇 1 2 3 大家 1 2 3 大家 1 2 3 大家 啊啊啊啊 靈蜜契的頭來 真的嗎 1 2 3 YO 大家好 好久沒見 我們又見 阿榮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你搶了我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是在iHerb買東西了 我們現在成功轉型做健康界KOL 老了老了 青春以流世 我發覺現在iHerb是很好 買一兩件 即200多元已經可以免費了 3天就送到我們家了 LET'S GO YO 那說回來 這條絕對不是什麼廣告 純粹是我們太久沒網購過了 馬上有那種很想網購 分享一些東西的心態 就是這個 其實我買了幾個 這就是維他命C 那為什麼會有這條片呢 其實也是因為這幾盒東西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吃了幾年 是認識了你就吃 應該吃了三年 那你說一下為什麼你那時候 這麼推介我吃這個東西 其實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因為我家人全部都是吃這些東西 我們是很少吃一些什麼 成藥那些 譬如你頭痛不舒服 很少吃Panadol那些東西 我們就吃維他命C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有時候喉嚨痛 快想作感冒發燒的時候 我就會拿來吃 吃兩三顆 那就會沒事的了 所以我覺得是很神奇 我本身就是一個 經常吃成藥的人 是吃到 傻了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我 為什麼 為什麼 經常吃那些藥很不健康 所以我那時候也聽過 主要是喉嚨阿成 在我家裡 問我家人 有沒有 有沒有DD 有沒有 然後就不斷拿 一時又拿一張 一時又拿一張 他永遠吃得很快 我心想為什麼可以吃得那麼快 才變成一張這麼快 沒有了 因為我整家都吃了 現在 現在疫情那麼重要 那沒理由拿了你們這些 那麼重要的東西 那我就自己買 我買的時候就有做Research 這個是叫 知化師 原來他不是一般的維他命C 因為一般的維他命C 是很容易 是溶於水 其實他這個是有24小時 你可以長期均勻地釋放 那對細胞的打仗 那些都會好一點 還有我發覺現在可能因為症 這些全部都缺貨 很恐怖 所以我立即買了這麼多 這個是我必推的Dijonet kit 就說每次吃兩顆 通常你很不舒服 可能有些喉嚨痛 那些 就會吃四顆 好了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 很開心 很久沒有開箱 哇 是Tandy 是不是糖來的 是啊 是糖來的 這個是很多我身邊的E叔叔有吃的 因為這個是有機 還有它是很純淨的蜜糖味 就是有時候想吃糖就可以吃這個 還有它是喉糖 是劉心嗎 劉心 還有你看它的包裝 全部都是英文 是來老爺 一定又知道好吃 是不是 你現在試一顆吧 立即試給大家 我開冷你很熱 好像看著 你看裡面的包裝 咦 好像吃那個 你肯定買錯了 沒看到這個包裝 你想吃什麼糖 我現在看就知道不是那個樣子 阿永就不是想買這個 不過我買這個 但是那個包裝的樣子是超美的 它的包裝就好像能得利 OK 吃下去 味道也是能得利的 不是啊 我覺得很棒 這包東西 二十幾元 是能得利的味道 洗兩口就會開始空心 但這個不是 這個是壓實一點 但是能得利的味道 哇好泡啊 但是完全不是阿永想買的那隻 就是能得利的高級英文版 我沒有吃過能得利的 能得利啊 黃色啊 黑加倫芝味 黃色 都完全不同 這個真的有蜜糖味的 那個還有嗎 那個沒有 那個是檸檬 這個是檸檬加蜜糖味 有蜜糖味 好吃 現在吃著下一張 這個就是 一看就知道不想介紹 什麼來的 貓東西 Catmax 就是什麼 這個是貓的濕條紋 貓要不要吃濕條紋 這麼威風啊 大哥 做你的貓這麼開心嗎 這個是貓的綜合營養素 那它是一些粉類的東西 就是平時貓吃濕糧 你倒一盒下去 偷在一起 那就很健康 有貓要的樣子都有在一邊 做你的貓真幸福 高的評價 這個人對這個 而且這個也是很便宜 它只有八十幾元 雖然好像很輕 但我猜它可以用到很久 阿榮一做這些開箱 就會變成另一個人 就會很興奮 什麼時候啊 雖然我可能會在IG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一定要追蹤阿榮的IG YES 那我有空也會把咪咪的照片 所以大家都追蹤我 他沒有 他沒有 咪咪跟他完全是朋友 好 好 這個也是另一種 濕嫖物 也是維他命C 我們也是吃過的 這個就叫脂質絲 它是一個包裝 然後裡面有一些 液體的東西 擠進嘴裡 然後擠著包東西 吃了脂質絲 它的作用是 比硬的粒粒維他命C 厲害一倍 兩倍 兩倍 開頭吃 我覺得很想吐 為什麼這麼難吃的東西 但是呢 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發燒 真的很久以前 不是現在 的情緒 他媽媽給了一盒 我吃了兩三天 然後就康復了 你要溝水 吃這樣吞下去 你溝水就不知道 不是啊 撐不住就不知道 不是難吃的 但是你要閉氣吃 咦?今天怎麼了 有什麼事啊? 對啦 就是因為我們記得了試吃 我只是聞到一股氣 我只是嗶到氣出來 已經想咬 聞到它 已經在康復了 因為我們剛剛才叫他吃 然後他不斷推給我吃 我們搞到包子好像新飯 沒有氣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吃 我說不到話 我打算 我不是說真的嗎? 難吃到糞便嗎? 很酸啊 好像在吃胃酸 就是在吃你平時 嘔出來的東西 放在肚子上 我之前吃過芝質絲 是沒什麼酸味的 反而是蛋白味 但你也不會覺得很難入口 再吞水也可以 而且我覺得這麼大的包裝 是複的 我之前那個這麼小的包裝 但裡面的質量也比較多 之前那個呢 其實比這個貴很多 即是貴一倍 我們試吃完了 我們現在馬上回去 昨天的現場先 我覺得如果你一開始 就吃了一些 軟臟的 因為其實這些 我家裡也有的 但我是很少吃的 這些 你又擠下去 又臭 你不會想吃的 你會推介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才要 真的 就是這包 這包 是I have 排名第一 但我想說這包薯片 不是香港也有嗎 是 超級市場 是嗎 是香港也有 但是 你有沒有買過來吃 真的是香港的包 但是你有沒有買過來吃 哇 唉 很無聊 我真的都不想放 但是我看到它排名第一 而且我沒吃過 這樣很吸引 我真的被你氣死了 便宜一點嗎 在阿香買 便宜一點 我不相信阿香 便宜一點一定更貴 你想想外國送來 這包在香港有的東西 在外國送來會便宜一點 不是啊 一樣價 差不多價 頭痛 很麻煩 但是等一下有一包在香港沒有 OK 那這包是因為它排名第一 那我一定要買 對不對 那這包又有什麼健康法呢 沒有 它就是有 應該是比較 大家看到這裡 NATURAL 很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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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看 NATURAL的味道 是大自然的感覺 試試看 外國薯片味 很硬 香港人不會喜歡吃這些薯片 是酸酸的 因為它是HONEY味的 很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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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好吃 這個是我會 吃了一塊 忍不住再吃第二塊 再吃第三塊 那類 對 外國送過來的 特別好吃 不是啊 好NATURAL 你應該想吃了下去 超級市場買多包 多少分啊 我想說 我覺得很好吃 沒有東西是勝過熱狼 我不喜歡熱狼 熱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薯片 8分 我也給9分 這個就是 我聽別人說的美白丸 為什麼我要買美白丸 你可以說一下原因嗎 我其實不建議你這樣要美白丸 因為每天在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白一點 我覺得 但這個不是真的美白丸 因為每一個美白丸都有那種成分 那個成分就是左船半肝胺酸 那這個濕嫖紋本身的功效 就是給你的皮膚 髮夾啊 頭髮啊 那些很好 我其實看過很多留言 因為 iherf有所不知 是可以留留言 是很多人留留言 很多人都說白了 有些人說雖然沒有白了 但也健康了 這些是不傷身體的 但好像其他美白丸 可能會有些副作用 我寧願買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 如果真的想味白丸 這個 是另一包薯片 是內老貨 是內老貨 這個真的沒見過 這個真的吸引了 那這個是 iherf呢 薯片排名第二位 這個真的要買回來 因為這個香港好雪寨 沒見過 還有這個是BBQ的味 OK 好香啊 好香的燒烤味 好特別的味道 是一種 BBQ的味道 好香啊 好像燒烤味 外面的醬汁 味道 對嗎 是BBQ的薯片 的味道 BBQ味的薯片 你可以說得特別一點嗎 BBQ的味道 它是BBQ的薯片的味道 但它不同的是那個質感 好像蝦餅 你是不是喜歡這些質感 我喜歡這個質感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好像粟米脆片那種感覺 我不喜歡這些質感 它偏向蝦餅 還有它那個調味做得不錯 我給8分 酸酸酸的 帶多少錢 20元 20多元 哇20多元 沒有了 還有兩樣 還有這個 這個我也是跟別人買 但要推介 它這個是 也是那些薯片 是給你睡覺的 即是叫退黑色素 你吃了它就會比較容易睡覺 有時候是安眠藥 有時候是安眠藥 但它是健康 你吃了它之後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你不可以再接觸任何的機器 手機 全部的東西都不可以 因為它會令你很睏 最近真的是4-5點才睡 很辛苦 這就是傳說中安眠藥的失眠 好 最後 就是這個很普通 就是一枝蜜糖 有機的蜜糖 我經常都要喝茶 尤其是喝綠茶 或者烏龍茶 搭蜜糖 沒有那麼容易胃痛 而且很棒 這個很便宜 我想說好像60元 還是多少錢 它的售價就是有機 加很便宜 工藝 OK 好 最後就是這個袋 又是環保的東西 有什麼特別 這麼小的袋 用來塞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做什麼 這個我想是塞 花生 不是啊 這個要塞牙套 整排假牙那些 還不是 比我想像中小 它可以 有時候我醃的雞柳 保鮮紙或者密實袋 你不然用完又要丟 很不環保 對不對 經常都丟這麼多 那些密實袋 這個可以重用 整個可以洗 是不是很環保 超棒的 這個太小 而且有些人會用這個 例如你弄了一些水果 然後你就可以帶回公司吃 老小聲 小泳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iHerb的開箱 已經玩完了 Thank you ありがとう 好了 我們最後講 最推介哪一樣東西 大家買 最推介一定是維他命C 因為它真的要吃 維他命C真的必須品 你不要吃那些 我也是最推介 那些就是吃這些 我覺得這個薯片是很好吃 行了 這個香港又不用再介紹 所以我覺得 不用再介紹了 沒有人想知道 我兩個都沒有服 都是推介 今天很開心 阿詠終於完了這個開箱夢了 是啊 我們真的超久沒有拍過開箱片 但是我想說 每次拍開箱片 都是超開心 而且超興奮 每次一講開箱片 阿詠就會做定理商 講完一些東西 怎樣怎樣怎樣 分享一些 我已經全部打出來 希望下次再找到其他開箱 再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見很多人都還沒訂閱 大家如果想看 就快點訂閱我們 開我們的鈴鐺 有什麼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時候都不早了 我們要開店了 好了 好久沒見 下次再見 拜拜